- 歡迎來到逆之奇幻遊戲圖踏上你的旅途- 大家好,我是你們的導遊阿翼- 今集我要和大家了解一下薩爾達傳說- 智慧的在現裡面的冰沙- 以及如何在遊戲早期製作出最好的冰沙- 在你完成隔壁之後,就能夠去海拉路不同地方的冰沙店- 最早找到的應該是綠洲或海拉路城一不便的新店- 當你拿到食材就可以將它放在海拉路上的冰沙店- 最早找到的應該是綠洲或海拉路城一不便的新店- 當你拿到食材就可以將它放在海拉路上的冰沙店- 最早找到的應該是綠洲或海拉路城一不便的新 - 將它們組合成為冰沙- 冰沙有四個功能- 第一是回復HP- 比睡在床上回復得更快- 第二個是回復能源- 讓你可以變成驗屍- 第三個是被動加乘- 例如鹹味蘋果冰沙- 會在一分鐘內令到雷電無效- 第四是將材料用了它拿來賺錢- 當你第一次跟冰沙店互動的時候- 你會收到任務- 第一個任務是你需要製作10個食譜- 第二個任務就要你製作20個食譜- 遊戲介面- - 會顯示食材的作用- 所以當你將兩個泡泡昆布混合的時候- 你就會知道成品是泡泡冰沙- 如果你將兩個不相容的東西製作作冰沙- 那你就會得到一杯怪冰沙- 只會回復半個心和一格能源- 和魔物相關的材料都會製作出怪冰沙- 這個是因為它們不是用來做冰沙- 而是製作藥水- 那我簡單地說一下一些效果和藥水的關係- 將兩個暖暖香料混合- 就會有一分鐘的寒冷無效- - 和兩格能源- 但是如果是跟怪物牙齒混合- 你就會拿到5分鐘寒冷無效- 代價是你不會拿到能源- 或者跟怪物肝臟混合的時候- 你就會拿到5分鐘冰凍無效- 讓你不用被敵人凍結- 但是受到的傷害沒有分別- 還有很多其他實用的組合- 我就不逐個說出來- 有興趣的- 自己暫停條片慢慢看- 組合不適合的話- 都會產生怪冰沙- 最簡單的組合- 是將相同的材料混合- 和兩格能源- 和兩格能源- 但如果是跟怪物牙齒混合- 你就會拿到5分鐘寒冷無效- 但如果是跟怪物牙齒混合- - 效果會維持1分鐘- 和恢復兩個心- 兩種材料混合- 如果不是怪冰沙- 那就是綜合冰沙- 效果跟之前一樣- 但是恢復更多HP- 但是有些材料- 又會改變效果- 例如我將泡泡昆布- 和強力葡萄混合- 我會拿到泡泡綜合冰沙- 5顆心- 和提升1分鐘潛水時間- 如果我泡泡昆布- 和蘇馬蘋果混合- 我就會得到完全一樣的冰沙- 但是如果我將泡泡昆布- 和荷龍蕾- 和荷龍蕾- 但如果我將泡泡昆布- 和荷龍� - 和荷龍蕾- 混合- 荷龍蕾- 會蓋上泡泡昆布的效果- 所以我得到1分鐘的游泳速度提升- 如果我們用2個荷龍蕾- 來製作冰沙- 那就會是泡泡冰沙- 在整個遊戲過程中- 有2個冰沙- 我是會不斷地製造的- 對我們來說- 最難拿到的東西- 就是能源- 將岩鹽- 和鮮奶混合- 我們就會拿到鹹尾牛奶冰沙- 能夠完全回復能源- 和10個心-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強的回復效果- 或者想起戰鬥開始的時候- - 你就將岩鹽- 和海鴿芒果混合- 會給你在1分鐘內減少傷害- 和回復所有能源- 對於近身戰有很大幫助- 如果你只是想減少傷害- 不需要回復能源- 那兩個海鴿芒果就可以了- 如果配黃金蛋- 就會給你回復全部心- 和5分鐘傷害減少- 或者海鴿芒果- 和怪物肝臟混合- 那你就可以拿到5分鐘減傷效果- 不過用黃金蛋- 來減傷- 和回滿血- 就不太直接- 會給你回復全部心- 和5分鐘傷害減少- 或者海鴿芒果- 和怪物肝臟混合- 那你就可以拿到5分鐘減傷效果 - 因為戰鬥開始的時候- 你只需要喝一支海鴿藥- 你就會有5分鐘減傷效果- 你只需要擔心後續的回復就可以了- 所以最理想的情況是- 用海鴿芒果- 和怪物肝臟混合- 做海鴿藥- 在戰鬥一開始的時候- 拿到減傷效果- 當你開始用林克形態的時候- 用岩鹽- 和鮮奶- 混合- 回復HP- 和能源- 最後提一提- 如果配件- 和藥水- 有相同效果- 這些效果- 是會疊階- 會疊階- 用岩鹽- 和鮮奶- 混合- 回復HP- 和能源- 最後提一提 - 例如海鴿藥- 有25%減傷- 在遊戲後期- 拿到的強化版減傷護符- 有50%減傷- 疊加- 就是75%減傷-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- 之後會有更多薩爾達傳說- 智慧的在現的影片-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- 有些什麼問題- 在留言那裡問我啦- 就之前記得- 給個like- 和share出去-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- 拜拜!- 字幕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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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字幕- 字幕- 字幕-